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20条近期引发大众关注 不过影片片名却让许多人一头雾水 记者登陆国家电影局网站 查到第20条的原名是正当防卫 再来看法律条文 刑法第20条正是对正当防卫和防卫过当的相关规定 由此不难推断 张艺谋这部新片是关于正当防卫案件的一部电影 除了第20条外 近年来聚裁自各类社会热点案件的电影 也是家片不断 这一题材深受影视创作者和广大观众的青睐 最大的一个优势就是代入感 我们像有一些普通的那种法制节目很多的 我们看的时候实际就第三人视角在了解这个案子 一会采访法官 一会采访警察 一会采访当事人 实际上这个角色的切换 缺乏电影整个的一气呵成的代入感 人一旦有了代入感之后 他会有切身体验的这种感觉 其实很多的犯罪题材的电影 实际它表面是犯罪 它更多的是承载着这种法制的精神在里面 去年8月上映的电影《我经过风暴》 斩获1.8亿票房 影片在线了2016年3月1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 实行前的家暴故事 这个事件线就拉到了 在反家暴法出来之前 实际还原了当时一个家庭出现的 家庭暴力的情况 这也是更有助于老百姓去了解 这部法律出来的背景 和究竟为什么要制定这样的一个法律 保护什么样的人群 该如何保护 那么你会发现立法部门 它实际上很多法律的起源 是来源于民意的 电影是个特别好的载体 2016年3月1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正式实施 近几年 孤注一致 鹦鹉沙 猎徒等众多反诈题材影片 接连跟观众见面 其中去年暑期档上映的 孤注一致表现最为亮眼 斩获了38.48亿的票房佳计 这些影片从多元视角进行反诈宣传 也从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全社会的反诈意识 是一个社会热点 但是很多人其实不太理解 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就被骗到别的地方去从事这个工作 就是大家会觉得一定是你有问题 就受害者有罪论 他有这样一个推断 所以这个电影实际反映出来几方面 折托出来几方面的问题 第一方面的问题是我们国家 我们政府采取雷霆行动 去保护我们的老百姓的人生产生安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而第二个是从一个受害者的 一个参与者的一个心理去分析 就为什么一步步被陷到这里面去了 第三个从法律 像《反电信诈骗法》 我们也有专门的法律 出来的时候 它的背景实际上就是电影中这个背景 很多现实生活中的案件 本身就充满曲折性离奇性 这与电影创作不谋而合 其中消失的他改编自轰动一时的 《中国孕妇泰国坠崖案》 第八个嫌疑人 根据1995年《武装结抄案》改编而成 《亲爱的》和《诗姑》则是聚焦打拐故事 这些影片都在探讨复杂人性 引发了社会大众的思考 我不是他们中的任何一个 除非我第八个嫌疑 就叫莫子强 电影实际就是把这种人性的疼 展现在老百姓面前 让大家去看 让大家去感受 你才会知道法律是多么的必要和重要 你才能理解法律 就是我们现在普法不是告诉你 法律规定是什么 而是你告诉你每一条背后 都有鲜活的人生 每一条的背后都沾了鲜血 每一条背后实际都有无数的案子 当事人破碎了家庭 所以这个法律其实不是冰冷的条文 它的背后有故事 现在电影就是把其中的几个故事告诉我们 近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发布关于开展 跟着微短剧去旅行创作计划的通知 下面就请金泽为我们详细介绍一下 好的英灵 2024年开年 短视频传播助力耳宾走红出圈 繁华带动上海旅游 华丽转身 各地文旅纷纷整活 努力把视频流量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客流量 长短视频都成为各地吸引游客的制胜法宝 那么如今风头正进的微短剧 能不能够成为旅游业扶摇直上的又一股东风呢 最近广电总局宣布计划在2024年创作播出100部 跟着微短剧去旅行优秀微短剧 推动一批实体取景地跟随微短剧的热播而出圈 并且提出了八大创作方向 包括挖掘乡村旅游资源 讲好乡村振兴故事 从三星堆等重大考古工程当中取景取材 讲好中华文明起源和文化传承故事等等 这一创作计划不仅要组织和鼓励各级制作机构开发新作品 还将指导重点网络视听平台 面向平台用户广泛征集优质的微短剧 微短剧可以兼具影视剧的深度和短视频的灵活 还可以把创作的权利交给任何一个有想法 有表达欲的普通游客 通过微短剧祖国的大好河山 旅行途中的点滴温暖将会传播给更多的人 说得没错 接下来咱们再来关注电影节的最新动向 昨天第25届上海国际电影节 创投训练营第二阶段冬季项目 开发工作坊正式拉开序幕 此前经过多位资深电影人的评审 他们的妇产科 夜奔 鸭子丘 以及广德楼 未满14岁和上海女儿 六个长片项目入围 这些项目当中既有关注社会议题的 现实题材作品 也有科幻类型片 体现了年轻电影人的创作活力 本期创投训练营邀请了导演刘佳音 梅峰 制片人沈阳以及编剧张家鲁 四位电影人担任导师 他们将会与六支主创团队进行深度交流 在剧本拍摄等方面提供指导意见 帮助这些电影新人完成自己的作品 最终导师们还将讨论评选出 两个最佳训练营项目 荣誉获得者将有机会入围 第26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电影项目创投 继续获得服务化融资推介的对接服务 从项目开发到拍摄制作 再到作品完成后进入市场 上海国际电影节试图为电影新人 搭建阶梯式的成长平台 新的一年里 更多的青年创作者扶持项目 也将陆续开展 草木漫发 春山渴望 今年的中国电影也依然生机勃勃 电视剧《繁花》日前收官 王家卫导演在剧中娴熟运用 他标志性的电影美学 给观众带来了一场视觉盛宴 下面我们就跟随专家 一起来赏悉繁花中的 王家卫影像美学 《繁花》是用一种电影胶片式的质感 颗粒感 复古感 还原了一个光怪陆离的都会全景 王家卫说《繁花》这部小说 是一个上海版的清明上河图 而从美学风格来看 电视剧《繁花》 它更接近于陈一飞的油画 《海上旧梦》系列 宫戏 农历 华美 精致 1993年的黄河路 755米长的一条街 开了100多家饭店 我觉得色彩就是 王家卫电影中的一个重要角色 它有它自己的性格 它有它自己的情感 它也有自己的情绪 和它命运的走向 起到了一种象征 烘托和映射的作用 《繁花》还是追求一种 农历 华美的风格 以暖色调为主 但是在不同时代 不同背景和不同的情绪之下 它的色调和色彩也有所变化 以汪小姐为例吧 她最风光的时候 她在制真园的时候 她的背景色彩都是金碧辉煌的 当她下放到码头的工厂的时候 她的色彩就以冷色调为主 是以相对真实的状态 来展示她的个人的命运和状态 华小姐 晚上好 还能好 我都只在于盖住她 所以底下她的灯热可死亡 可以这么知道 我们不会跟他们一样的 花样年华 周沐云和苏丽珍 在他俩相识相遇 然后相爱的这个过程 这个色彩也是在不同的变化的 从某种角度来说 张曼玉的旗袍 其实也在充当一个重要的角色 繁华的用光也得到了很多摄影爱好者的赞许 蝴蝶光 环形光 伦伯朗光 尤其是伦伯朗光用的最多 因为它比较接近于荷兰画家伦伯朗绘画的风格 这种光可以让人物的呈现更立体 细节的表现也更丰富 《伦伯朗光》在一代宗室中也有很多应用 王家卫接见了很多油画的表现手法 尤其是人物的群像 人物的造型 人物的站位 最终呈现的是一种油画的效果 这次繁华用了对称构图 矿石构图 遮挡物构图 还有三一构图 遮挡物构图用的最多 镜头透过玻璃 透过屏风 透过过路车 透过电梯 来呈现人物 这样的话人物的表现力呢 是更加丰富了 细心的观众一定会注意到 这一次摄影师用了很多 棱镜遮挡来呈现人物 人物都是双影的 虚实结合的 表达一种梦幻的 迷离的和神秘的 甚至有一些悬疑的情绪 因为我要开的 不只是一家饭店 所以你要做的 也不只是一个经历 我觉得一个导演的风格 应该是有它的延续性 而且这种风格 也代表了它的审美 李李和宝总 它俩有一场 在街头散步的戏 这场戏我觉得 跟《花样年华》中 周沐云跟苏丽珍 在香港的街头 这个漫步的风格 手法包括舞台 刘曼华 这部电视剧里 它还是言用了很多 比较标志性的手法 《秋珍》 它就代表了一种 时间匆匆而过 人群匆匆而过的一种忙碌感 甚至有一种迷离感 我觉得是王家卫的风格之一 胡歌扮演的保总 正在看《论持久战》 后面走过了很多人群 这个时候用的就是抽针的手法 这个场景让我想起了 重庆森林《多罗天使》里边 大量地用了这种抽针手法 王家卫电影里边 经常会重复出现一些 镜物和小道具 比如说窗台 比如说钟表 我这次主要讲一讲 另一个小道具 镜子 张曼玉在望角咖门中 涂抹口红的镜头 阿飞正传张国荣 在镜子前跳舞的镜头 已经成为华语剑演的经典一世 更重要的是 镜子有自我审视 自我对话的功能 繁华的一开始 镜子就出现了 宝总改头换面 西服革履 华丽亮相 他把背影留在了镜子中 也就是说 他跟过去的阿宝 彻底分割了 纵观王家卫的所有作品 如果去除江湖 奇幻 功夫 武侠 怀旧的外遗 他其实在讲一件事 那就是都市男女的精神困境 和情感困局 生活在别处的无根感 离别和错过的主题 都是相通的 而落寞和孤独的结局 是一样的 王家卫是上海人 在他的心中 有童年的一些记忆 更多的是他关于 他的故土的一些想象 他拍的《阿非正传》 重庆森林 2046 花样年华 都是对旧石上海的 一种想象 其实不管哪种影像风格 我觉得背后 都是王家卫的 青春怀想 都是他的故土眷恋 都是他的赤子新生 都是他悲天敏人的情怀 电影《华江湖之不良帅》 已经与观众见面 片中陈国坤出演 《不良帅》袁天刚 早年间 他曾因塑造李小龙形象 被观众熟知 陈国坤希望通过 更多类型的角色 让观众看到自己的可塑性 电影《华江湖之不良帅》 讲述的是 不良人统帅袁天刚 前半生的故事 一直以来 凭借超高的武力值 以及神秘的人设 袁天刚在《不良人》系列中 拥有超高的人气 陈国坤坦言 出演这个角色 让他压力不小 之前都是动漫 如果他有一个真人版出来 其实观众来说 对这个要求还挺高的 其实我身边的好多 都知道这个故事 然后我就到处 就打探消息 到底袁天刚是一个怎么样 你心目中的袁天刚是怎么样 你期待他 如果真人版 你有什么想看到的 都去问 大部分人可以 那什么样的人不行 我 陈国坤有多年的武术功底 这对他出演袁天刚 有不少帮助 如果没有那个武术功底 你很难呈现那种 很虚的 而且很有力量的动作表演 比如说我打人的时候 我过前面一对人的时候 我可能就很简单飞回手 其实这后面就特上做了好多气流 或者是一种能量的东西出去 动作做出来我还要有一个定格 定格中间我还不能停 还要表演 就有一种 要把他推出去的一种东西 不像我真的过来打你一拳 对那个节奏是不一样 陈国坤曾经在李小龙传奇 《夜问三》等影视作品中 塑造过李小龙的形象 让人印象深刻 这些年 陈国坤一直在努力打破 这个固有的印象 无论是电影《怒潮》中 出演反派乔治 还是这次的不良帅袁天刚 他希望通过不同角色 让观众见到他的更多可能 这会让观众觉得 他好像没有再看到 李小龙的东西在里面 可以连一些导演 原来陈国坤 一定是要演李小龙 不一定要去武打 可能也会让我有机会 演一下别的角色 也是我一个机会 会让人家看到不一样的我 还是要等这个机会出现 接下来为您送上一组新鲜资讯 电影《洪坦先生》 今天发布《内鱼人社》片预告 预告中 刘德华饰演的天王刘伟驰 为拿奖下乡铁生活 不承想在农村 遭遇鸡飞狗跳等 诸多意外之事 让人啼笑皆非 现在到底是我来体验生活 还是他们来体验我呢 动画电影《雄出墨逆转时空》 今天发布《雄出墨时钟》 年主题曲 再次与你同行 精选12首《快智人口》的 《雄出墨》歌曲进行重新编曲 由《雄大雄2》光头墙演唱 MV中再现了 《雄出墨》系列电影中的经典画面 现在是全有家居互动话题时间 今天的问题是 您最喜爱王家卫导演的哪部作品 登陆中国电影报道 官方微博积极参与话题互动 您就有机会获得由全有家居提供的 精美礼品 祝您好运 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1905电影网 下载1905电影网客户端 新片大片24小时直播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明天22点整 欢迎继续收看中国电影报道 我是殷琳 我是金泽 明天见